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公用股 收息股都普遍靠稳 领展 煤气 中电都是帅哥 其中煤气升1.6% 也不俗的 加上豪赌股都有不错的表现 其中银与升3% 带动市场反复向好 全日就去到28514点 都是一直在上去的 整个形势都令不少投资者都有一些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恒指由低位弹上来都弹了很多 24700凌800点左右上来 弹下弹下弹下 现在都高位计算 今天就28600点 都整个4000点 一路上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调整 大家都觉得市场好像升下升下 短线累积升幅不少 可能要调整 但是有时调整了一天就弹回头 好像上星期之前一天跌500点左右 第二天就弹回头 整个形势就好像不肯下不肯下 大家心里面疑问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回落呢 其实看数据 业绩也好 经纪数据也好 其实市场也是有一些回远的压在这里 其中一个就是 当然是说中国经纪数据 中国经纪数据持续出来的表现也是一般的 其中一个大家很关注的 早一点公布了 就是中国零售销售增长 2018年全年增长6.9% 这个比2017年的9.1%增长是放缓了的 就是显示中国消费者的私人支出方面弱了 这个显示情况令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毕竟私人消费和私人支出 在中国整个经济整个组合来说 是越来越重要了 现在私人支出消费减少了 比2017年的增长减少了 这个令大家有点担心 而近些出的数据就是 一月份的汽车销售下跌15.8% 当然不少了而且已经连续7个月下跌 大家都担心中国汽车市场的动力 是不是越来越弱呢 这个令不少投资者担心 特别是西方的媒体 即是外媒体制西方的投资者 都一直在去年大约四季 一直在说中国经济不太多 而且其实出来的数据 是真的有些放缘的迹象 即是从数据 单看的数据 就好像真的中国经济很一样 担心得来是有原因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些业绩出来都是不见得 十分英俊 特别是昨天出来的汇丰 出来的数字 都是令大家有点失望 大家最关注的数据 就是列将基准 税前盈利 以至顺利 都是顺市场预期的 主要原因就是 去年第四季的情况 是表现一般的 拖整年的数据下去 去年第四季 为何一般的呢 一来炒房的表现 就是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好 加上台股管理也是一般的 拖了下去 令整体的支出增长 是大过收益的增长 就拖了数据下去 大行就 纷纷调低 汇丰的目标价 整个数字 就是过去式 就是过去式 过去式来说 是令大家担心的 令到大家更加相信 市场是否应该要调整呢 只不过 用市场 就不是这样的 市价 股价指数 表现就不是这样的 反而是持续向上的 比如恒生指数 昨天的势 还是有少少 好像调整势头的 因为之前 2月13日 就见过28,533点 做了高位 接下来 昨天再试了 去到28,488点 就回头了 升幅就大为收窄 落到28,200点 水平收市 28,533和28,488 就好像形成了小双顶的格局 小双顶的格局 小双顶就有些调整 可能性 但今天就抽回去了 一穿就穿了28,600点 高位28,600点齐头 28,600之时穿了25,533 之前小双顶的态势 又被它破坏了 换言之 好像将来的调整格局 经过这样升一升 就突然消失了 又好像反复向上 然后又重复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刚才说的 其实看盖色 数据也好 业绩也好 都是不一样 不过大家在看未来的东西 市场一来在憧憬未来的东西 令市场持续反复向上 周初大湾区的干预出去之后 大家就冲敬大湾区的股份 就是受惠股 不少的 包括金融股 好像港交所 以至香港银行股 都是受到大湾区的概念推动 券商股也是 内房股也是 港口股也是有关的股份 集体升了一轮 就推了市场去 其中的未来式的冲敬 加上与此同时 大家对刚才提到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 是真的差点的 起码跟以前的标准来计算 但是 用憧憬来说 大家觉得可能 就未必 好像现在的数据显示 就是说未来的表现 原因就是 中国 虽然刚才提到 零售销售的增长 只有6.9% 就不需要 请订阅 明镜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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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什么 向前 兑 力 感谢观看